最近不知道怎么了 我的小商店都没人来买我的东西了 听说这边开了一个九号当铺 我们去看一看到底是谁开的 哼 敢抢我的生意 耶和 他这九号当铺还挺霸气的啊 走 找找老板 老板 老板你给我出来 来了 来了 啊 宝宝 这是你开的商店 是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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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啥时候这么有钱了呀 我不是在你那打工吗 挣了好多钱呢 怪不得 前几天你给我辞职了 原来你开了一个九号当铺 把我的生意都给抢了 你那个小店铺不行了 那你这新开业 不请我到里面坐一坐 嗯 可以呀 可以呀 你从后面进来 哎呀 宝宝 你这小商店可以呀 还不错吧 不错不错 我都赶了这么老远的路了 来 给我一点吃的吧 我就知道你第一次来肯定要吃的 嘿嘿 新店开业嘛 总要有点优惠 对不对 给你肉吃 好嘞 呀 这么客气 给了我十九块肉 嗯 好吃 真好吃 哎呀 你这烤的鸡肉 咋这么好吃 因为这是身为老板娘的 我亲自烤的呀 美女盘烤肉 没想到你还有这手艺啊 早知道让你在我的小商店 来一个烧烤店了 你那小商店 我第一天去的时候 我就知道肯定会倒闭的 哈哈哈哈 好吧 好吧 大不了我这小商店不开了 到你这里来打工怎么样 咋啦 你还怕我偷吃你的东西 还是偷拿你的钱 我可是非常诚实守信的 哼 你问问小伙伴 谁信呀 哦 好吧 好吧 你既然不收我 那我就走了 哎 等着等着熊孩子 咋啦 爸爸 我这都开张了 你都不带点见面礼过来呀 见面礼 这一次真的是没想到 这个九号当铺 竟然是抱抱开的 嗯 看来我的小商店危险了 可能要倒闭了呀 不行 我要找史蒂夫 把抱抱的九号当铺 给他 哼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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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